跟Arnold谈谈港股的市况 看到港股上星期五升穿一百天线 升穿保力加通道的中座 我原本是想问今天 你觉得是否可以升穿6月初的高位29,400点 你预期的区间是这样 现在到了最关键的阻力位 29,500左右 其实你看现阶段的市况 虽然气氛是向好 但是否好到可以突破 暂时不敢肯定住 我想大家现在会发现 因为我们在关注的一件事 就是联储局收税 联储局收税用什么来做指标 就是通胀 上星期就出完PCE 你想想今星期又出什么 今星期又出浪范 即出了非农就业数据 现在市场在估计 非农就业数据达到70万 当然上个月又失市场所望 但问题是在说 你预计这些数据每个月都有机会有竞起 市场就不会完全不怕这个数据出力 不怕 之前我就估计9月份 市场也是这样估计的 但问题是如果数据出力 真的很厉害 看见经济复数 那就有机会退出 金融市场就会波动 所以在飞浪范出来之前 要突破 是困难的 相反地你过了浪范之后 即是飞龙数据出来之后 如果飞龙数据上令大家安心的话 当然下个星期又有CPI 接着又有PPI 美国的经济数据关于通胀 基本上每个星期都有重点 但问题就相对地 在PCE和飞龙上的影响性会比较大 所以短线来说 要突破2万9千5千 走路了再上路了 不容易了 本身可能想着期指结算线 夹上去有机会 但问题就是现在又少了半日 会不会令观望气氛浓厚一点 因为问题就是少了时间让你夹上去 但这就很难分析 越短时间就会令整体波幅更加自大 可能有些人要强制平仓 或者有些人要追回仓等等 可能有些人要缺帮仓 或者要补仓等等 你有机会这样的状况 你看上个星期的股市是夹得空狠的 但是是否扭转了的势头 我觉得通常我们的看法就是 都去到这些比较关键的位置 特别2万9千5千是一个关键阻力位 这四个月未突破过 我们通常就是说你不会做太多事 你等它破了位置之后才去追 相反地就是说有货的 你吃到这段升浪的话 那就继续持续 所以短线来说这些位置是等突破的 但是是否能够 譬如假设下午开市或明天开市 马上向上突破的话 未去到这么乐观 但如果能够突破的话 顺着看3万点才有这些位置 短线目标是2.3万至3.1万 正如刚所说 可能短期来说有个货月期 但是大致上就是说大前提 美国的通胀也没有使市场 觉得有个通胀升温的状况 因为现在说到通胀预期真的降温 但问题就是看上星期五 出去PC数据上面 这个预期短线来说会不会有改变 这个就是未来市场的条件 就是 就是 按摩